封ogo 天啊 看到了 是 他15岁 是 皇生 速来摘弓 游义啊 在 你将皇太子 涉谈祭天令给他 你转交给李丞相即可 是 祭天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青白赏天 沉沉浅浅 天将干五 归附天亮 天如荒漫 遥渝穷雅 飞飞起舞 圈圈起圈 万行待得 天亮 天水夜夜 拿太子令来押我 那就让他去 他计他的天 我等在此持戒 我就不信 他敢执意要杀人弄天 回禀丞相 祭坛之下就是法场 看样子 什么 他真要看杀戒 你稍等一下 送一封信给他 明天皇上的鸾架 就要回京了 是 八朝师 你要派出这儿了吧 凭什么事 凭什么事 又是来呀 你说皇上不在此 这儿可来一份 是不是跟李丞相有关 这不是杀人吗 还不来 这是要杀什么人哪 怎么还不来啊 这个爱情跟刀子 你又还不赛点 还弄着买菜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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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刘大人 人哪 什么人 行刑官哪 大人 没别人了 刑部没来人啊 这 诸位大人都跟着李丞相 在斋宫里摘见了 斋宫能有多大 能装得下那么多大臣 据卑职所知 那斋宫周围都搭满了窝棚帐 胡闹 大人 这儿没有复合官没有行刑官 您看 本官一身承担 是 都下去了 下去 快点 快点来 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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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我 刘伯会 刘伟 谁在这儿吓唬我 老子不吃你这套 你以为你杀得了我吗 我今儿倒要看 你怎么杀我 他不带我 他不带我 你看见没有 且慢 启禀楼大人 李丞相有书信 什么回事啊 干什么呀 不知道 难道说有什么快 书信啊 汉拔肆虐 余礼未行 上天有好生之德 诸官在斋戒之中 此时开杀戒 断不合时宜 刘伯温啊 杀不了我 时辰 回大人话 刚到午时 雷头骨 是 刘大人不惧天威 为民除害 这是大快人心啊 非也 天道即人道 此时杀人 就是逆天 二位二位 你证什么呀 这杀人本身就是个热闹 知道吗 这法场就像是个妙闻 插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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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 今儿是摘戒之日 你要是杀了我 那就是逆天 就算老天不杀你 还有皇上 还有李丞相 这小子可 这小子真够大啊 不不 是 他说得也有道理 不是摘叶吗 砍头碗大哥吗 一起落皇上 插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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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不了我 几时了 回大人 五十二刻 雷二谷 是 Dob 咱快 Blak が 正 よ HA 归 插一个 插一个 还没插 called 插一个 -插个 插一个 插一个 插成 坐着 吃饱了 好债的不跟 喝醉了 会都不见 来吧 喝一口 怎么着 这感情是真要伤我了是吗 废话 这都已经勒二裤了 除了瓦钢或梁山的兄弟 来劫阀场 我还真没见过 谁能在这儿活着呢 刀下留人 刀下留人 驾 李丞相有信 刀下留人 留不信 可能杀不成了 杀人 信 先生 你们看看 没戏了吧 可能是看不成了 看谁意思呀 下 此事杀人万万不可 老夫协议众官员再组 刘大人 切不可一意孤行 大人可有回信 没有 酒 肉 刘老夫协认 人家 无礼 不怕 李丞相早就说了 你杀不了老子 展 刘大人 刘大人 你等我说句话呀 刘大人 五十三分道 请行 我怕了 怕了还不惩罚刘大人 我去报我去报 那个他 是终成刘大人吧 刘大人 又就是他 我跟你胡得软还不行吗 不是我 那这胡语又让我 让我 让我 你们看 你看 这犯人弱了吗 跪下 真要看吗 人犯礼宾 验明正真 好啊 展的好 展的 快点 快点 摆好了 摆好了 展的好 丞相 刘伯温胆敢杀人 我等已有对策 这是你好的弹劾奏折 请丞相过目 人都死了 搞这套还有什么用 非也 老师 学生有一句话 老师可能不爱听 李公子 李公子行为不检点 早晚要出事 况且又被刘伯温拿到了把柄 就是皇上这一关 老师也不好过呀 既然刘伯温发了疯 要不管不顾的杀人 那不如 你 反正 人终有一死 但求死得齐索 你说什么 老师 终也逆儿 既无力回天 就应丢足宝居 如果能用李公子的死 扳倒他刘伯温 那不也算是 给李公子报仇血恨了吗 有多少人连熟 大小官人四十余人 剩下的学生正在游说 干嘛呀 吓我一跳 怎么了 这刘伯温哪 是越来越不把朕放在眼里了 又怎么不把你放眼里了 天下大汉 李善长他们呢 体恤振意 摘弓其语 摘戒期间不得杀生 可这个刘伯温哪 偏偏要此时此刻杀人 朕下旨叫停 知还没到呢 他把人给杀了 他这杀的是谁啊 中书省都市 李斌 这名字我从没听说过 李善长那个秘密外甥 李善长 已经来了急报 要等朕回去再做记忆 那李丞相的外甥 到底犯的是什么罪啊 外通海盗 司队被截金条 杀害僧吕 到了兴化寺的国宝舍令 这罪啊 该杀 是该杀 可不该这个时候杀 不该等朕还没回去就杀呀 更不应该在那祭坛的旁边上 那祭坛外面不一直都是法场吗 所以说他刘伯温该等等啊 那皇上是下令不许差贪官咯 朕可没说过 那你生得哪门子气呀 你说说 那么聪明的一个人 明明知道 擅长给他挖了个坑 干吗非要死气掰裂地 往里面跳呢 这都是逼着朕表态呢 那皇上可得想好了 咱到底是留还是走啊 明日一早 拜价回宫 多亏柳壮士 凯然相助 李斌才能伏法呀 只是让壮士陷在身陷狱中 朕某心里实在是欠疚 将我刘伯温身为御史忠诚 我理应查办那些 为祸百姓的贪官污吏 不承想啊 我是独木难之力不从心 而柳江你 本不该如此 落得这个下场骨肉分离 刘大人不必被我愧疚 人是我杀的 杀人偿命 天经地义 而且那天 要不是先生先去我那里 将铠甲事先给我 那天晚上 我肯定被胡大人派去的弓箭手 射死在新华寺了 错就错在我 从一开始就不该答应那狗官的条件去杀人 一错再错 苦了我的女儿 没了娘 又没了爹 女儿啊 爹对不起你 爹 正是刘某会尽力的 刘大人不必再为我的事操心了 你杀了那狗官 你杀了那狗官 李丞相他们必定不会罢休 先生请自重 我柳江能拽着那狗官一起下地狱 而且还能在阎王爷面前再告他一状 柳依 我看你这孩子心地善良 坐视靠谱 我女儿就拜托给你了 大伯 您是说 阿伯你带他出城 出城 出城之后 他自会告诉你去哪儿 您放心 爹 真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臣骑奏皇上 刘伯温党争为习一时之分营造罪名逼此为臣的管家滥杀臣的下属并于留守期间刻法制吏而放纵民间 致使刁民有事兴送成风 骑奏皇上 臣有言 你讲 丞相所言 句句不识 刘伯温动法 天怒人愿 故而汗拔肆虐 这是天法 丞相 威严耸听了吧 与天害只关乎星辰日月阴阳不条 而言法制是异于常治久安 乃是千秋大计 刘伯温滥杀又逼死人命 罪不容赦 李擅长 杨奉因为手处两端 请皇上裁决 够了 你二人同为留守啊 一个是肆意妄为 一个是苟且偷安 就不能同心同德 为朕非忧吗 启奏皇上 朕没宣议 谁让进来的 兵部急报 臣不敢耽搁 望请皇上恕罪 讲 胡臣 冰桃福建马尾海匪 全军覆没 你说什么 全军覆没 胡将军呢 战败被杀 非语 还有 还有什么 浙江海宁 鸡鸣俱众 攻我卫所 掠我周县 这两地的刁民着实的可恶 传之下去 前典各地牢狱中 马尾海宁的罪犯 给我通通地砍头 臣遵旨 皇上胜命 此两地刁民 多通海盗 早就敢杀一敬拜 昭告天下 且慢 李丞相刚刚还在弹劾刘伯温 杀不以食以至天罚呢 怎么一转眼 又开始鼓噪皇上大开杀戒了 鼓语云 君言天下 皇上所言 就是天之所言 就是天下苍生之所愿 皇上 李擅长罔顾人命 七心媚上 请皇上立斩其手 刘伯温誓才傲 狂妄之机 请皇上立斩其手 你二人该杀谁 不该杀谁 朕比谁心里都清楚 现在你们两个给朕滚出去 你为何不走啊 臣不是为自己 是为天下苍生 苍生 马尾海宁籍的犯人 不可滥杀 放肆 皇上切不可因一时之分 而视天下人心 朕杀人也是被逼的 正因杀气太重 所以天汗无语 杀人是你 不杀人也是你 皇上 来人 给我拉出去 来了 要动手就快点 我不会看你的脸 丞相大人 没有教你利索点吗 我猜你干这事 不是第一策吧 用刀 我喜欢 狗官立斌你等着 我这就找你去 你呢 你呢 给你 睡吧 乖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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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三日已到 刘伯温说 沙里兵后必然有雨 恳请皇上定夺 刘伯温 雨呢 皇上 臣以为 上天有好生之德 皇恩浩荡以应天意 上天必将祥锐 臣许三日未满时针 如不下雨 你就是欺君 如不下雨 臣怨令欺君之罪 智者千律必有一失 怕是你刘伯温这次 要马施前提了 朕不管谁是谁非 朕要的是雨 雨 皇上 臣以为 如果刘伯温 不在斋戒期间逆天杀生 皇上 臣以为 现在只能祭天求雨 与灵山 何伯 君臣 百姓共游 方能治感天地 所以 臣在祭天之后 方沙里斌 以缓解天怒 协调阴阳 别再提沙里斌的事 雨呢 臣在近期日夜观测天文 几日之内 天必将干领 到底几日啊 你给朕退下 刘伯温 给朕退下 到殿外面跪着去 一时不下雨 你就跪一时 一天不下雨 你就跪一天 如果永远不下雨的话 你就给朕 一直跪下去 天时一到 必将干领 你去给朕退下 你去给朕退下 若再不下雨 朕只有开仓放鸟了 皇上应认 臣着户部商量一下 逆出计划 那你快去吧 商量好了 立刻来见朕 臣遵旨 启禀皇上 外面下雨了 这去看看 刘兴 刘兴 快平身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执行 你看这多干净你 这死者 这街面是不对吧 怎么不对 皇上 燕间那些摆摊卖艺的呢 那些咸汉花子呢 这条街这时辰应该是最热闹的 皇上 这事得问李丞相啊 你下警戒令了吧 这是为了皇上的安全 我让人知会了一下有私 可没想到弄成这个样子 微服四访 微服四访 访的是什么呀 访的是事情 看的是民意 这倒好 一个人都没有 让朕看什么 看看 看看这个空节筒子呀 这百姓劲呢 回去 回去 皇上息怒 皇上息怒 好不容易出了一趟 走走走走 兴许 兴许 兴许有人 来来来 皇上 来来来 皇上息怒 李大人兴许也是一番好意 您看 这不有个人过来了吗 来 麻烦 有老小哥 来 借一步说话 啥事啊 有话快说 我心烦着呢 放肆 跟我说说 你烦什么 是说服姚毅呀 还是官府气压呀 说说 吃面不景气 日子不好过 我说你这位客官 你操心也太大了吧 那些可都是皇上 和官府馆的事 我就一个平民百姓 打牛的 不是 那你跟 跟我说说你烦什么呀 我烦我家臭婆娘 母夜叉 瓷老虎 让我睡不好觉 平时这里人很多 人呢 醒了醒了 有劳了 忙你的去吧 各位大老远的就问我这些 真是什么人都有 现吃萝卜蛋操心 你笑什么 皇上恕罪 臣失礼了 臣高兴啊 李大人 还高兴 你跟我说说 都说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 你看方才那个人 皇上就是那么问 也没问出半句的不好来 这说明什么呀 看你老李又如何借替发挥 这说明了 皇上治国有方啊 咱们大明朝政 深得民心哪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李爱卿是功不可没呀 为臣谢过皇上夸奖 你怎么不说话啊 臣无话可说 廖大人 是不是皇上夸我 您那心里不是租儿啊 李大人 人家都说呀 宰相肚里能称船 你瞧您那点心眼怎么跟真饼似的 皇上 你看那边有一个人过来了 你过来 你过来 此人头顶一圈压痕 像是刚摘掉帽子 你是干什么的呀 做小买卖的 不像 做工的 那你说说你对大明新政有何看法 是什么啊 好啊 除了一个好在 下官 小民呢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您瞧瞧 这现如今呢 万象更新 如沐春风 这都是皇上圣名啊 更假了 这又是他安排的 真以为皇上傻了 你认识朕吗 不 不 皇上 这 这真是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真是干什么呀 就说你内心里感恩也不至于这样啊 我们可是 我们可是秦淮河派一般的游客呀 行啦 李大人 你这戏 演过了啊 这个 你怎么这么笨的你 你干嘛迟的呀 这么点事都办不好 不是 大人 小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一看见皇上吧 小人退就直打哆嗦 瞧 你这份出息 你太不重用了 赶快给我说说 前面还安排了什么节目 哎哟 这个时间仓促 也来不及整这么大场面 不过大人你放心 下官已经找了几个白白胖胖的孩子 在河边是边唱歌边嬉戏 是这么唱的 是什么 太阳声 赵大鸣 易赵鸣 想太平 这个时间仓 下官就先教了他们四句先唱 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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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顺便溜走 别再让皇上看见你 再有 把你说的个乱七八糟的 统统给我撤了 是是是 快滚 是 李擅长啊 李擅长 让朕说他什么好 皇上 李大人啊 也是变着番地给您开心的 这是给我开心吗 这不添堵吗 那么巧 傻子都能看出来 笑什么呀 我叫刚才那打灯油的 这叫什么 老李靖杰 百密易书 怎么把他给露出来了 你说说 皇上 笑什么呢 笑天下可笑之人 行了 你就别乐了 皇上 咱下面去哪儿啊 朕请你们吃韭菜盒子去 好 走 这怎么会话说的 这眼瞅着就饭点了 客人进不来 你说这前人 真赶进来这么一屋子 怎么着 不乐意是吗 我告诉你啊 这是上面临时下的进阶令 一十三个 不准见人 就连走出这条街的半颗功夫都不行 所以我才把人都聚到你店里头 到时候有你说话的地方 就盼你瞻不开嘴 盼瞻不开嘴 我告诉你实话吧 皇上在俺这店吃过饭 还特别爱吃俺们家店的这个 韭菜盒子 知道吗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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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柜子 甭拿这个吓唬我 告诉你啊 这条进阶令 是为了皇上出刑 说不定啊 到时候你还能见着呢 你跟他说 打我五十八百 算你面子大 行啊 俺说一句你说十句 俺有来言你有趣 是鱼是吧 告诉你 你们的王管大人俺认识 他也是这店里的常客 掌柜的 公月 您行行好 我可是卖鲜鱼的 再这么耗下去 我这鱼可就臭了 我说这臭味哪放出来的 你可不能让它臭在这啊 我 这可是影响俺们店的生意啊 不是 不是 这谁臭这了 是鱼 再 再说这事也不怨我呀 这鱼是你带来的吗 这臭味是不是这鱼臭了 发出来的 俺冤枉你了 掌柜的 您还真是冤枉他了 俺怎么冤枉他了 那鱼不是他带进来的吗 这儿呢 我是卖臭豆腐的 俺今天真是出门状太碎了 店儿够胃 赶紧拿起来 王正朝这边走过来了 赶快进城 什么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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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走走 这下头头头 走走走 快点 走走走 快走快走 你别推我 你这 快点 别推 快跟上了 快点快 是的 你怎么还不走啊 娘 我饿 孩子太饿了 走不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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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也得走 经了御驾 小心皇上砍你的头 朕有那么喜欢杀人吗 娘 皇上万岁 万万岁 怎么又是你啊 小的伺候皇上万万岁 你跟着朕 朕上哪儿 你上哪儿 卑职不敢 卑职有罪 那你说说 你有什么罪 卑职 卑职 你这个呀 溜须派把之罪 卑职一时口误 还请皇上恕罪 行了行了 还不快滚 是 朕哪 是最烦这种人了 烦魅上者 必定欺下 不是什么好官 卑职 臣在 以后 别这样好不好 你累朕也累 是是是 皇上说的是 坐吧坐吧 你也坐 是 皇上万岁 万万岁 皇上 今儿想吃点什么呀 山珍海味 还用来你这儿吗 还是那样 韭菜盒子 对对对 再弄点小米粥 熬烂呼吸啊 老哥的咸菜细切丝 再滴上几滴小沫香油 还是你知道朕的口味 就这么着了 刀脸 后面呢 上好吃啊 是 娘 我饿 乖 这娘俩怎么回事 皇上 这女子是乡下人 没见过什么世面 刚才啊 给惊着了 皇上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娘 我饿 快跟我走 后面有的是吃的 管你狗 走走走走走走 走啊 等等等等 这孩子的脑袋上 头上落了根大草 那是卖身的草镖 卖身的草镖 卖身的草镖 李山城 你不是说天下太平了吗 这种事哪朝哪带 它都短不了啊 天才人祸 家庭变故 是吧 好了好了 快下去吧 皇上 快走 快点 等等 朕要问清楚 皇上要问什么 你怎么知道 他们俩真的就是母女 要是拍花子拐卖的呢 这不能这么就从朕的眼皮子底下溜走啊 皇上 这您多心了 这一看就是母女俩 江湖险恶 什么人没有 就说你我吧 咱们把这衣服一换 这出来了 谁能知道 朕是皇上呀 你现在看看 我下吗 皇上 别说是脱了龙袍 就是光着身子 皇上的精神劲儿跟别人也不一样 说什么了 好大的胆子 你 你这是欺君之罪 你知道不 不是 说什么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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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忙回去吧 别耽误了皇上用膳 皇上 皇上 那个 九祠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多话呢 不问皇上 也算是欺君之罪 快下去吧 不要耽误皇上用膳 那个 韭菜盒子饼不是吗 这韭菜啊 咱倒是有 不过不应记 这韭菜是 头盗韭菜呢 是春酒 吃的就是一个鲜 那是贵人的菜 现在应记的韭菜 那是大把割 味儿也比较重 一个子两大块儿 那就尝了穷人菜 你是不是以为 朕没吃过韭菜是不是 以前打仗的时候 我们没少吃 哎呀 我跟你说 多加虾米皮儿 细洒五香面儿 这不就把韭菜那味儿 给遮过去了吗 您真是行家 这都知道 这是体恤民情 细致如威啊 皇上万岁万万岁 这就行 这就去啊 快去吧 这人真是啰嗦 哎 他再多说一句 朕把他给善了 送到宫里当太监 皇上行动 有话慢慢说 哎 你说说吧 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皇上问你话呢 你瞪着我干嘛呀 哎 你再这样的话 我可以致你一个 灭世大臣之罪啊 行了行了 李大人 还是我问吧 这女子 这是你亲生的孩子吗 就是亲妈 也不是什么好妈 真正的亲妈 能卖孩子吗 皇上 要不是实在没了活路 谁肯走这一步啊 谁逼的她呀 谁逼的 你说出来 朕给你做主 要说没活路啊 这话说的可有点偏颇了 我大明立国 皇上屡班人争 你说 有何苦处 说出来吧 说呀 你真是皇上 如假包换 来 民女来京城 本想 想干什么呀 现在还不能说 因何不能说呀 我想先把孩子安顿好 找个心善的人家 那之后又怎么样 拼得一死 状告 又是个名告官的 那你到底要告谁呀 说呀 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 你告谁 娘 我要状告皇上 大坦 还不给我拿下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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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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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那女人醒过来了 吩咐刘芳 多给她预备汤水流食 吃完之后 让她好好休息 知道了 明女见过恩公 精神好些了 好多了 多谢恩公救护 孩子呢 老刘芳带着玩呢 这一女子 你知道你捅多大娄子吗 明女知道 你与皇上有何瓜葛呀 你又不住在宫中 如何能认识皇上 不认得 你不认得 怎么能告皇上啊 皇上的亲事为非作胎 害死人命 明女从县 府到省一路告来 各个衙门 都不敢接这桩 都说我是在告皇上 明女血海其冤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也只好横下一条心 先打发了孩子 拼得一死 状告皇上 你这个案子呀 没哪个衙门敢接 那你上京城来 准备找谁告状啊 听说京城里 有个刘伯温刘大人 不畏权贵 敢作敢当 你面前的就是 刘伯温刘大人啊 刘大人 您敢不敢接 命女这血状 这状子 我先替刘大人接下 如果我家先生实在办不了 我再还你 放 放肆 是太原长公主的儿子 正是 难怪没人敢接这个案子 这啊 还是皇上未险之时 太原长公主 嫁给当地的一个农民 叫做王七一 日子过得清苦 嫁过去之后呢 身体又不好 没几年就死了 就留下这么一个儿子 叫王庆 也是个苦命的人啊 是啊 后来皇上登基之后 念及老姐姐对他照顾有加 就追赠这个王七一 我记得呀 好像是荣禄大夫领驸马都尉 给了份加恩的风露 没成想 从此开始 从此开始这个王庆就跋扈起来了 哦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嗯 这个 早年间呢 地方商也报过关于王庆的劣迹 嗯 可是当时呢 没人敢做主 这事呢 就禀报了皇上 皇上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呢 刘忠不罚呗 哎 刘大人 嗯 昨天 可是你自己大包大揽的 在皇上面前 把那妇人集回家去 是啊 是啊 你没想到吧 这 可是个烫手的山芋啊 是啊 连兄 你看皇上这还等着我回话呢 您说 我该怎么办呢 这 你自己看着办吧 哎 连兄 你看这叫什么话呀 皇上还说了 让李擅长跟我联手办案 您 什么 哎呀 这可就麻烦了 如果我说她肯定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话 刘大人 你肯定听不进去 哎 你说说 要告朕的那个女子 是不是这儿有病啊 是有病 而且是病得不轻 我就说嘛 要不然也干不出这么不着调的事来 你回去告诉她 朕不治她的罪 而且会派太医给她看病 等病好点了 给她一笔安家费 刘伯文 你说这算不算是人症啊 是人症啊 可是她这个病啊 恐怕太医医不好 什么病啊 太医都医不好 那太医都医不好的话 那她就等死吧 她 讲了自己的故事 那可真是 比斗鹅还冤哪 斗鹅冤 朕知道这个故事 那她怎么着 比斗鹅还冤 来 皇上想听听吗 讲 她自输 民女蒋玉珍 十年前嫁于朝都县不商 毫老六之子 毫轻为父 家境虽非大富 日子过得倒也殷实 五年前婆婆去世 老公爹行商去了桃湖州 不知怎的 竟讨了个续贤回来 从此家里便不得安上 当假的 你就这么撒手走了 你这骗下我一个人 苦苦伶仃 我该怎么活呀 多谢王大官人 亲来祭奠家父 小柯实在是担当不起呀 什么话 你我两家本是邻居 日常有走动 再说老掌柜在世之时 没少十位我等 粗稀不贫 从来只收本钱 要来的 要来的 小柯 多谢王大官人了 来 请外媒奉叉 好 今日你那后妈 与王庆在灵前眉来眼去 你可是都看见了 你倒是说话呀 他一家傻事里 咱惹得起吗 党断不断毕首齐乱 这事你还是早些处理 要不然迟早会闹出事来 家父刚过世 还没发送 这时候你让我处理小娘 这不是让街奉四林笑话吗 我可背不起这不笑的骂名 老姑姑可是死得不明不白的呀 这明明身体好好的 一脚醒来人就没了 你那后妈非不让我上前去 可是我看到公公的口唇轻字 鼻孔立耳朵眼里 全是未擦看的血迹 你若是现在不去喊冤 等失手下了灶 那就更难了 那这时候你叫我去告谁 告什么 有证据吗 你 真窝囊 这是毒死的吧 我看这官姐啊 就出自那个后娘身上 明燕说得好 老夫少妻 处处危机 色子头上一把刀 抽随刮骨 吃不消 这明摆着的事 肯定是奸夫淫妇合谋 把这个老年的丈夫给害死了 这当儿子的实在是窝囊啊 他要报了官 那就得查了 那要不查呢 那就是狗官 何人呢 何地 你速去查 然后报给朕 皇上接着往下听 皇信天 既有你后母好张事将你告下 说你不遵王父遗嘱 霸财战产 你可认下 小民不认 大胆刁民 白纸黑字 你还敢抵赖 小民本是独死 侍奉家父 从来不敢懈怠 媳妇将玉珍恪守妇道 入门之后 你里面也称其孝顺 家父生前也常常夸奖 住口 你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啊 小民是想说明 家父死后 没有理由将自己的都生儿子 一家净身出户 将偌大的家业让给外人呢 胡说八道 谁是外人 好张事 乃是你赴明媒正取的填房 无论年纪如何 你与他都有着长幼之名分 你说他是外人 这就是你说的孝道 来人了 张嘴 来人呐 太爷 原告还未上唐 您这样单独审被告 可能有点混账 用你教本宪如何审安 我叫你长嘴 真的啊 公堂之上哪有儿戏 是 是 小哥 这你也看到了 这不是我要打你啊 是老爷非让我打你啊 你哪那么多废话 得嘞 你等着找曹牙吧 太爷 打完了 交针 你这是长嘴吗 你这是擦嘴 你是不是收了他的关节 您这可冤枉我了 年老体衰 我这吃奶的劲都使上了 冤枉我了大人 冤枉我了大人 冤枉我了 唐下何人喊冤 名女蒋予阵 在这公堂之上 有何事 替夫说话 谁是你夫 唐上郝清田 荒唐 他自己没长嘴吗 丈夫老是嘴捉 从小怕事 今天在老爷唐上 怕事 你来干什么啊 怕事什么 怕事逃不回公道来 信口雌黄 谁不知道本官爱名如子 断案公道 你这个貂娘们 扰乱公堂 污蔑长官 就不怕我打你吗 你还是回家去吧 回家 输了这场官司 咱们还有家吗 来人 给我上行 大人 你有你冤枉呢 给我家 别家呀 别家 认不认 余真 不认 余真 使劲 余真 哥 余真 你记住 等我死了 帮我看好丫头 替我深渊 告这个狗官 你这个雕妇 还敢在堂上侮辱本官 给我再紧 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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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过分了 这刚开个头 更过分的还在后面呢 就这个后娘 勾结奸夫 害死亲夫 又勾结脏官 吞人家财产 把人家亲生的孩子 给哄出家门去了 他哪儿来这么大胆子 是啊 他哪儿来这么大胆子呀 皇上 这案子 水深哪 您还记得 刚才咱们说的那个 谁谁谁吗 谁呀 那恶妇啊 勾结的那个男子 他 丞相李善成大人求见 叫他进来 臣恭请圣安 听什么 什么事 皇上 礼部递上来了 明年的俸禄钱粮 请皇上定夺 走 这事啊 你先放这儿吧 待会儿再说 朕正在听刘伯温说书呢 来来来 赐座 你也一块儿听听 朕和你说啊 就是咱们在饭馆 遇到的那个女子 这个女子的遭遇 那真是千古其冤哪 还有一个男子 与那个恶妇通奸 那个男子 怕也是地方上的恶霸 这段臣还真没听见过 你接着说 该说那个女子 挨打之后的事啊 娘 孩子 孩子 这是哪儿 娘 娘 我们搬家了 搬家了 雨震 你醒了啊 先把药喝了吧 你扔了那份假衣桌 你说呀 你是不是占了那份衣桌 我又是不认 你今天就回不来了 你 你 你是不是男人啊 娘 这个女子啊 又担当 皇上 臣想跟您搞个价 这崖里还有公务要办 那也好 你们先各自回去 处理自己的公务吧 皇上 然后呢 然后晚上 在你的府上 准备好晚饭 准备晚饭 我跟李爱卿 一块去你那儿吃晚饭 朕呢 要亲耳听那个女子讲述 皇上 这里边还有臣什么事吗 怎么没你的事啊 朕要急此案 来整顿励志 能少了你这个丞相吗 好 去吧 老爷 来人 老爷 去告诉门房 凡有来客一律回居 是 等等 同时让门房告诉这些人 就说我突赶风寒 发热不起 是 想让我掺和进去 想得美 那不问 你自个儿玩去不 吃得不错呀 刘爱卿 你的厨子哪儿请的 哪儿有什么厨子呀 是老管家带着手底下的人 整制的粗茶淡饭 是吗 那个清甜甜鱼不错 还有那个山粉饺也不错 皇上吃得高兴 臣也开心 这李擅长怎么回事 让他来为何他到现在都不来 丞相托人烧了话来 说是突发风寒 高热不退 这么巧 该不会是故意躲什么吧 来 上茶 来 叫那个女子过来吧 好 叫蒋玉珍过来吧 过了没几天 我丈夫郝清甜给医护人家送布 为了收回献钱出了意外 真是祸不担心 家里有人吗 有人吗 谁呀 送布的 郝大哥吧 对对对 是我 父亲不在 你把布放在院里吧 郝大哥 我还是在外面等一会儿吧 哦 我哪儿呀 宥方 屋里有名人吗 谁呀 姑娘 来了 你干吗呀你 害什么羞吧 家府不在 还请大官人赶紧出去 姑娘 若是从了我这次 从今往后 我让你 干什么呀 香的喝辣的 穿金带银了你 你栽不出去 我可喊人了 来了你 放开我 来个香粉吧 来人啊 喊人 喊呐 我让你喊呐 哎呦 快来人啊 你敢饶我你 有人私窗民宅 调戏命你 你这个小娘子 快来人 算你狠 大爷我今日 暂且避过 日后饶不了你 大爷在一起 真是五巧不成书啊 不过那女子 可以证明你丈夫的清白 那女子性情竭烈 竟于当夜学良自尽了 那可就有理说不清了 说起来 也是民女自己害死了丈夫 大官人又何必如此破费 收下 收下 那下官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郝清田准备怎么处理啊 大官人这又是什么意思 只有他是见过我的 这个无需多虑 我有的是办法 让他开不了口 无需多虑 可我不放心的是你呀 担心下官什么 前面遗嘱一案虽已盼下 但人心不服 坊间多有议论 那个郝清田老实巴叫 谅他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 可他家那个婆娘 可是个担得起坐得出的桌 我可不想以后没完没了 打官人的意思是 斩草除根 以绝后患 恶霸 他真是恶霸啊 你给朕说说 那人什么背景 那个县太爷对他都俯首贴耳 他是使了财了 还是账了势了 皇上 此时天机不可说破 您先往下听 你继续讲 查 人犯好清田 光天化日以脉部为名 强闯明宅调戏妇女 逼间不成害死人命 这怎么可能呢 他是个老实人哪 说他不间害命 打死我都不信 好多那一个人 怎么能说啥就杀呢 可不是吗 此案审结 承报上风 今有司刊燕何准 斩力学 冤枉 你说他怎么这么倒霉啊 怎么就找他了呢 哪说李强 冤枉 他那个后妈闹呢 这小子 冤枉 见燕明正身 就是啊 开始导门斩 清田 曹冤啊 清田 放开 来人笑她 放开 多人大胆 私场 罚场 给我乱棍群出 不 玉珍 三公块不许吃 断头酒不许喝 这是谁家的规矩 对啊 你们有没有办法了 大明令里有这条吗 有这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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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放开 玉珍 七爹 从今晚后 你要好好照顾咱们的苦闭的小丫头 喝了汤 吃了汤 吃饱了 走了好伤怒 多厚了一个人了 多厚了一个人了 多厚了 清田 你是几岁 可是你不能白死 你要到原罗王那里去 靠这一队贪官恶霸 你要见有我呢 有我 这场官司一定要打到你 一定要打到你 玉珍 你就认了吗 咱们斗不过他们 玉珍 你现在很年轻 找个好人家家 这么多了 只要让孩子不受气 不受罪 就行了 你放心 以前我都安排好了 你到了那边 搞不下来 就全哥不给我 玉珍 我就是拼了这条性命 我也会下去帮你 拉开 拉开 跪着手 给我醒醒 minute time 忍 Effır 我 不 Intelligence 叔叔 После 我 得